我们前几天提到了这个护航客专的三四线改造已经开始施工了 所以呢这个金山区的副区长在最近的一次访谈当中呢 也提到因为三四线的改造呢 让这个金铁就从金山到这个上海南站的这么一段市域铁路呢 能够提速能够加密实现公交化运营 也就是说从现在的一天三十几队增加到一天五十多队 接近六十队的这样的一个评次 基本上高峰期我估计也就能够达到五分钟一班 那当然这个是个很好的消息 这对于居住在金山的人来讲 居住在这个新敏地区的人来讲 都是特别好的消息 因为它的这个线路密度大了以后呢 就不用再掐着时间去地铁站了 这个或者叫火车站了 将来从上海的西南角进入城区的道路 算是加速加快了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让大家等了十多年 也就等了一个三四线 所以大家还期望有更多更好更快的方案实现 能不能再修一条铁路或者叫鬼交呢 能不能再把这个西南角的很多这个线路 能够在外环交环就能串起来 这样能够让大家在上海的郊区就实现换成 然后选择最近最快的进入市中心的道路 怎么的 by bwd6